很高兴又跟大家拍个视频 让我们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 首先感谢网友对我的关注 然后接下来这个视频可能有点伤警 因为我之前发过一次 然后被平台拒绝通过的 可能是有广告的嫌疑 所以说我们的作品里面很敏感 有些东西不能一直说 然后我这个视频的话 我再重新紧接了一下 然后重新伤警了一些东西 如果说各位网友看不懂的话 可以评论区留言 可以问一下 Hello 大家好 我是猫虫 很高兴又跟大家拍个视频 让我们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 首先感谢网友对我的关注 然后今天拍视频的话 主要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现在已经开课了 已经开课了 免费的培训 然后包吃包住 还有这个车费报销 然后当然不是我这边开课 我这边的话 今年不打算开课了 我在前面的作品里面 我有说到过 说到过 我这边的话 今年不打算开课了 为什么 至于为什么的话 首先有几个主要的吧 第一个就是 我这边开课的话 学费有点太低了 然后确实不划算 前面我之前开课 主要是因为没有免费培训的地方 然后我又不想大家 再到这个加盟商那边 或者是再到其他的机构去培训 然后收高额的这种加盟费 或者是学费 这样确实不划算 当然现在有免费培训的地方 然后我现在也不打算开课了 第二个原因就是 本来就是开课的话 本来学费又没多少钱 然后有的人还以为你挣了很多 对吧 还以为你开课就是为了挣钱 当然还有其他的 其他的原因 我就不多说了 然后我在这里今天主要是说一下 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 在这个地址是在北京这边 然后群国的话 目前只有这一个地方是免费的 有免费的这个课程 我扶持的一个项目 他们有补贴到这个某某同城 这样的大概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他们才会是免费的 而且还是包持包住 三号打算是第一批开课 然后一个月的话 一个月的话有三批 然后免费的这种专业的课程 免费的课程有12项 有12项 所以说比如说家庭清洗 然后保姆 然后护工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这些免费的可以学 然后他们这边的话 报名的话 报名的话有几个条件 就是有6个条件 我在这里的话就是说几个重要的 第一个就是零零这块 零零的话是16岁到60周岁 16到60 第二个就是没有三高 没有这种传染病 遗传病之类的 这个是第二个条件 第三个条件就是 没有这个犯罪勤科 第四个条件就是 在一年之内 没有参加过这种免费的这种培训课 没有参加过的 当然 如果说你没有参加这种培训 对吧 没有参加这次培训 但是不代表你自行没有参加过 因为有很多地方在当地都是政府扶持的 这种免费的课程 有其他的 有其他的这种专业 有很多都是免费的 所以说你参加过的话 就是不能来参加的 你们可以去 你们当地也可以问一下 可以问一下 如果说你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去你们当地问一下 每个地方 他们的人力资云社会保证部 都有 都有这种免费的这种课程的 学习的这种名额 但是具体是什么专业就要问一下他们 问一下他们 然后这个行业的话 家庭清洗这个行业的话 确实是不能够发财 还是这样跟大家说 但是可以做一下兼职 可以赚一点其他的外快 然后比打工确实要强 如果说你目前没有更好的工作 但是你又想自己创业的话 这个你可以考虑一下 还有一个问题 大家可能很多网友 可能会考虑这个问题 觉得免费的东西 肯定是教的不好 对吧 可能会考虑这个问题 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还有第二个就是 在哪里学都是一个基础 在哪里学都是一个基础 然后学回去之后 是需要自己多实操的 就算你过来我这边学的话 也是一个基础 当然如果说你学会了之后 学回去之后 你可以不懂